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做事情没有确定的目标会怎么样 比如跑步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什么时候到达终点 是不是很可怕呢 我自己工作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当你一心沉迷于细节中的时候 很可能会忘了你最初为什么出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景目标等等 回想一下 刚毕业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番雄心壮志 要在公司中做出点成绩 然而 工作了一两年之后 大多数人每天上班下班 陷入到机械式的重复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甚至已经忘了一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们很可能是有非常多的愿望目标 想要达成的 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在我27岁的时候 开始决定去思考 我究竟未来 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在这几年中 我开始不断地有行动 有变化 目标和愿望有什么区别呢 目标非常重要 但很可惜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对目标的理解 可能是错的 就像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问 你最近有什么目标啊 他回答说 我想带一家人一起出去玩 那我问他 什么时候要多少钱到哪去 他就会说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随便想想 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不是说不可以随便想想 可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愿望 它很难会实现 只有把它去分解 以结果达成为导向之后 我们才可以去量化的测量和追踪完成 所以这里有个小练习 就是目标分析训练 其实大部分的生活问题 我们都可以转化为数量化的目标来解决 理财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量化思维 它意味着 我们可以把一件事用精确的时间约束 做好充分的财务准备 计算出我要投入多少时间精力等等 我们如果能解决这一步 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就会绕开钱的陷阱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把目标足够的拆分 我们可以解决两件事 第一 你会发现 钱绝对不会成为拦住我们脚步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 你会发现 很多看起来非常难的工作 非常难达成的目标 因为做了拆解之后 发现 我至少可以先做什么事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工作中会特别喜欢跟我身边的人分享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去拆分 一定要不断不断地把我们的工作分到最细 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远大的目标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完成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自己的愿望 刚才我们说了 愿望和目标是不同的 那我们的那些愿望真的有那么遥不可及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环球旅行的愿望 可是它真的是因为没钱导致我们无法实现吗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来看看其他人是如何完成的 豆瓣上有个台湾女孩叫鸭鸭 她分享了她整个环球旅行的过程 2015年的时候 她存下了35万元的旅行基金 2016年 她用119天行走了10个国家23座城市 她把这个故事在豆瓣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时豆瓣上有很多人围观 她的帖子呢 图文并茂 看了她的故事之后 你会发现 实际上 在出发之前 她做了很多的准备 从下定决心 到有梦想清单 梦想划策 再到确定整个目的地的清单 她一定需要我们事先做好计划 比如鸭鸭 她会编制全部预算 还有呢 事先去订机票 订酒店等等 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从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启示 第一 四年 12个任务 35万 这些具体的指标实际上都是能够 使得她环球旅行这样一个愿望 变成现实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件事本身过于抽象 不具备任何行动指导性 而我们立即能够去做的 其实就是把刚才说的目标 不断分解到最细 第二个启示 是主人公的35万预算 其实就是整个目标 拆分出来的财务目标 大家会发现 有了这样一些明确的前提和任务表 那些看起来非常复杂 或者困难的事情 也会变得清晰起来 其实关于目标的置顶 有很多方法论 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smart原则 这个呢 在我们后面 理财规划的课程中 再来做更详细的介绍 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们原创的一个 面对愿望两步走 在这里我会希望大家能够 用这样的两个表格 不仅仅去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 甚至可以用在你的工作中 你的生活中 其实要制定一个好的 可执行的目标 只需要记住这个两步法则就好 第一叫做具体 也就是多角度量化 第二步叫做分解 也就是要拆分成最小可行步骤 刚才说到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具体意味着一个目标放在这儿 你可以清楚地知道 它需要的时间精力需求 第二个叫做分解 我自己非常喜欢一本书 叫精益创业 它里面有个概念叫MVP 中文翻译过来是 最小可实行产品 而在我们的目标分解中 它可以叫做最小可行步骤 这些小步骤是指 你可以立即上手去做 我为你准备了减期精华资料包 你会得到这样两个表格 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量化表 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时间 财务预算 精力是怎样的 还有很重要的是 不妨写下达成这个目标 你需要哪些外部支持 实际上呢 学会求助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目标分解卡 尤其是首先要分阶段 这些关键阶段是什么 阶段性的成果应该是什么 在这个阶段 最核心需要的外部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用过干特图 你会发现两者很相似 都是想要辅助大家 去把量化的目标 再进一步地拆解成 每一个关键步骤 制定每个阶段的成果要求 还有就是具体的完成时间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 最后都会有一部分 需要通过钱来实现 而把具体的生活目标 去转化为一个财务上的目标 然后把这个目标 当作我们的理财起点 其实比一个抽象的 我要赚很多钱 来作为我们的理财目标 要好得多 因为它足够的具体 另外针对课程内容 我为你准备了 减期精华资料包 关注减期独裁 这个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学习 就可以领取 如果你对理财课程 有任何疑问 或是希望加入到 理财学习的大本营 欢迎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助教华华 它将带领你 与数十万小伙伴 共同进步 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 目标很重要 之所以大多数人 觉得理财很难 是因为它没有一个 清晰的目标 所以才会觉得很难做到 而要制定一个 可执行的目标 方法是两步法则 第一步 具体 多角度地量化你的目标 第二步 分解 把量化后的目标 拆解成最小可行步骤 比如你的目标 是环球旅行 那么第一步 把它量化为 四年存购 三十五万旅行基金 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 第二步 再把它拆分为 如何制定路线 如何编制预算 如何去订机票 订酒店等这些 我们可以上手去做的 小步骤 这样呢 我们才能完成 环球旅行的计划 而不是随便想想而已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今天的学习 更好的理解和掌握 如何把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步步转化为 具体的行动步骤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